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DFS 通过首字母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深度优先便利 这道题怎么选出来选项 直接使用特例法就能做出来 我随意画上一个图 当然我因为要举特例 所以我举的例子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 只有三个定点 依次连接 那么我给它编一下号 那么在这样一个图中 如果我使用深度优先便利算法 递归便利它的话 它是不是这样便利的 那么在退出地归时才能输出相应的顶点 我便利的过程中是不是在不断的压占 而退出地归时输出 是不是相当于最后在出占 所以说这里得到了一个序 是不是一个三二一 那么直接和选项进行比对 是不是就能比出来是一个逆拓铺有序 因为你的拓铺序 应该是一个一二三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题 直接就能选出来是A选项 通过特殊情况 直接就能够进行判断 通过判断选择出来一个正确选项 而对于这道题如何理解呢 对大家真正的理解应该是 你当你进行一个深度优先便利的时候 你入战的一个顺序 你是不是就是一个拓铺有序的顺序 当你访问某一个节点的时候 它之前指向它的顶点 是不是都被访问过了 这是不是一个拓铺的一个概念的 隐含情况呀 所以说 当你退出帝归的时候 它自然就是一个逆序了 好 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